大家好,我是Timo 那我今天來介紹那個新的PTT的架構 对,我们都知道原始的BBS的程式码已经就是非常久远了 那现在要找那个最初会写这些程式码的人并不多 对,那它经过多年来的改写也变得很复杂,难以维护 所以我们在想,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个社群有下一个十年 那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让现在可以桥接到未来 所以我们在中间搭建一层新的这个叫做中台的部分 然后并且对旧的一些程式码的原始的BBSD们 它的程式码的方程进行一些改写 然后把程式员翻修成现在比较容易找得到工程师的goal 对,那在这里面做一些翻新 然后并且在新的中台提供未来可以使用的 像是Restful的API的标准化的服务 那让它可以就是比较容易的去做开发 比较容易的去做串接 然后搭建出这个中间的这一层的桥梁 对,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所有的程式码都是开放原始码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架构上面的想法不同 或者是实作或实践方式的不同 所以我们可能会衍生出一些不同的版本 或者是实作的方式 我们现在看到整件事情的全貌长这样子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开发官方APP的iOS 跟开发官方APP的安卓 然后还有一个简单的网页版 对,那原始的BBS呢 有BBS的D们 然后以及我们在上面长出一些新的程式 就是去协助它可以提供给中台的部分 那中间的部分 这边如果是你现在完全没有使用BBS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用web去看我们在网页上面的内容 就是纯围读这样子 对,那我们在中间搭建一层中间层 就是这个中介的这个架构 它提供新的服务 以及我们在上面放了一些 我们相信这个可以阻止或减少 这种就是歧视或仇恨的言论 还有它的那个就是供给性的行为 在这部分呢 我们并没有要删除或者是脏弊 或者是过滤使用者的文章 但是我们希望可以给使用者一些提示 比如说这一则新闻可能是 带实证或者是带财政 或需要更多证据来佐证说这一则新闻 那我们也希望提醒使用者说 这一篇文章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敏感资讯 比如说他可能现在有仇恨暴力 或者是一些不当的言论 我们会提醒使用者 但我们并没有要直接把它删掉 或者是脏弊 对我们可能会就是需要 让使用者点开这篇文章前 先告诉使用者说 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偏激的资讯 或者是有一些不当的资讯在上面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我们提供新的APP来做这样子的串接 所以达到就是未来 未来我们会把BBS的文章变成是 就是我们读取 存取资料的一部分 然后在中台提供 刚刚讲到那些比较扩充性 或者是增加新的功能的这些服务 然后提供给APP来实作这样子 那APP的部分 不确定大家就是现在使用的APP 习不习惯 习不喜欢 但是因为我们是官方的APP 所以我们不会在里面放广告 对 那如果你现在使用的阅读器 是有广告的 我们未来的APP是不会有广告 因为我们是官方的APP这样子 对 那这整个部分 大致上长的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如果对这个专案有兴趣的话 我们有一个新手指引的文件 可以在文件上面找到我们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个不同的区块 就是我们有把专案切成纸专案 然后每个人可以针对他喜欢的领域 或有兴趣的领域进行贡献或进行开发这样子 对 再来是下面有些联系方式 如果你对这个议题有感兴趣 不管你写不写程式都可以来找我聊聊 我们可以想听听看每个人就是在看板上 或在网络社群论坛上面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你想解决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是你发现什么样的现象 我都想听听看大家的想法 然后知道大家在网络上过得好不好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安全安心 然后言论自由的平台 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但是不会因为某些激动的或激进的言论 伤害到别人 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的规划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找我们聊聊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